上帝给人嘴巴创造了语言 其实他是想让语言来沟通彼此的感情 若是我们用它来伤害彼此 那就改变了他原始的作用 人们总是不经意间说出伤害彼此感情的话 而不自知 导致两人渐行渐远 以下彼此给大家罗列一些 一 都是我的错 两个人出现矛盾 发生了争吵 当吵到废典的时候 总是有一方会说都是我的错 不要再吵了 但其实这句话特别的伤人 虽然争吵不是很好 但是这句话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还是没有讨论出事情的起因 而个人应该冷静下来 好好的说 而不是敷衍了事 啊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有的时候 男方会在外面工作受气 而女方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照顾家庭 男方回到家里面不想说话 心情不好 两个人说话可能就有一点冲 男方就会说 你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我在外面那么辛苦 但殊不知女方在家里也不会有这样那样的烦心思 彼此认为体谅是相互而不是一方的 三 知道了 你别唠叨了 你烦不烦 女生可能天生比较唠叨一点 那是因为她们天生就特别容易担心 所以经常反复地说来提醒你 当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特别伤对方的心 她们总是想为你多做一点 怕你出事情 所以再三嘱咐 你应该珍惜每一个能为你唠叨的人 因为她们是真心为你付出的 人们相处时间长了 可能就没有以前说话那样亲近了 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请不要用语言来伤害对方 有时候语言的杀伤力并不亚于其他任何方式 请不要用语言来伤害最爱你的人 最爱 territory 正经病人 感谢观看